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太坊以及一些山寨币的一些走势 大家如果也喜欢狼眼的频道的话 大家先订阅狼眼的一个频道 订阅狼眼的一个频道 那么接下来的话 比特币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 我们要去及时去关注 那我来看一下 那么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之前的话它是走了一波的一个下降的通道 直到它在这个位置打破了这个下降通道之后 形成的一波的一个上涨 但是这一波的话反弹的话 两次对谋突破之前的一个新高 这个45,000美金这个位置 是比较强劲的一个阻力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之前 在这个位置它打破了这个下降的通道 在这个位置它打破了以后 形成的一波的一个上涨 那目前的话 它在这样的位置的话 已经去奠定了一个 不断去盘涨去上涨的一个基础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短期级别的话 它是出现一些 一些回踩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来看一下 四小孩级别的话 它是出现一些 有一个回调的一个迹象 回调的一个基线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不断的去再去测试 这个支撑了 这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 还是没有去跌破 没有跌破这个压力 没有跌破这个压力 还是挺可观的 挺可观的 但是如果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有一个四小孩级别的 一个回踩的一个风险 我们可以去看一波 如果在这个位置回踩的话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回踩的 这个位置是吧 如果再去跌穿下方的 这个支撑 也就是这个 41,000多美金的位置 它是有可能是回到 这个39,500美金 这个水平 39,000多美金 这个水平的 所以现在的话 它存在的四小孩级别的话 存在风险 是吧 在这个位置存在风险 说说我们把我们的一个 比特币的一个多头 平掉了 平掉了 只赢掉了 从39,000这个位置开开了一个多头上来 是吧 这一段是拿下来了 这段利润是拿着来 是吧 这段从39,000这个位置是吧 39,000这个位置开了一步多头 那目前到达这样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止盈 也是差不多了 这一步是吧 直接是拿下这一段的利润是吧 已经有了2000多点的利润空间了 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如果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位置 把多头平掉了 目前 如果在这个位置反弹的话 如果它这个位置能够进行一波的一个反弹 这个位置 能够持续的去进行反弹的话 那么可以去 有一波突破这个新高 突破这个42,000多美金的位置 可以去突破 这个位置可以去开多 说说现在的话 有很多的一个机会去操作是吧 跌破下方的红色线的话 可以去开空下来 下方是有这个41,000多美金 到达这个39,000多 也有1000多点这个位置 上方这里 这个位置是突破之后 上涨有可以到达一个43,000多美金的位置 也有1000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保持在这个位置观望 观望一下 那目前的话 它是出现了一个四条级别 在一个这个MCD的话 在上方的话是出现一个时差 临着上方的时差 还是有一个反转的一个机会 是吧 如果它能够去放一根去阳线 在这个位置放一根阳线 还是可以解救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是吧 短线的一个湿度 如果跌破这位置 它是有机会回踩到下方的一个 39,000到40,000这一带的一个水平 如果这位置能够站稳的话 它是还有机会能够反转 因为的话日线级别 我们看日线级别这一波的话 它是在之前这个位置已经被打破了 所以说打破了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是吧 这个位置 它打破了一个下降的通道形成的一个上涨 所以说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关键 也就是38,000多美金的位置 我们一定要去关注这个水平 是吧 这个币扬是非常强劲的一个支撑 在这个白色的线下方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是小的级别的话 跌破这个位置大概率 我认为它不会跌破下方这个比较低的位置 如果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这会非常深 目前如果击穿这个位置的话 它有可能会回调到这个4万美金这一带的一个水平 所以现在的话 我是把这个多头给平掉了 保持一个观望的一个情况 那么剩下这2000点 先保持去观望一下 如果突破这个位置 我会继续再去开多去赚取这一波的一个 这一段的一个利润空间 是吧 这一段如果突破这个位置 我继续去开多 没有太大问题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的一个操作思路 以太坊的话 之前我们说过了回调的 它是有机会能够去测试 这个3000美金的水平 但是的话这个位置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阻力 是吧 果然是在这个位置都出现一波的一个回踩 目前的话 已经跌到一个2874美金的位置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即便它回踩 但是也有一些操作一些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即便它一直是在一个下跌的通道当中 但是的话 有一些短线级别 一些操作机会 那么从市场的级别的话 它已经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形成了一波的一个回踩的一个情况 回踩的一个情况 那么可能会它是会带偏这个比特币 所以说这一波我是把这个多头给平掉了 那么它是有可能会回调到这个从4小级别的话 它是有一波机会是回调到这个2830美金 这个水平 所以这一波的话 我平掉保持观望 我仍然是短期不会再去空那么快 我不会去空那么快 目前的话还在多空进行一个交战 而且这4小级别的话是在这个0头上方 出现时差 不满着我们的5码推特战法 所以说现在我不会去再去空那么快 但是如果这个位置穿零着的话 我会大概率去空它 可能会空到一个2700多美金的位置 但目前来看的话 已经跌破了 跌破的话就保持观望 有问题做多头的话 那么目前的话有一个短短期的一个回调 一个趋势 那么再来看一下一些比较热门的币种 ETC以太经典 那么之前我们现货是买进的 是吧 那目前的话这一段是吧 之前我们说过 打破这个下降的通道之后 就可以去进入 在这个26美金进入 目前的话 来到这个36美金附近 有10美金的一个涨幅 那么接近有 30%40%的一个涨幅了 是吧 10美金 接近30%的一个涨幅 来到这个30%到40%的一个涨幅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买位线货的话 现在已经占到40% 那么它是即便它这样冲高的话 那么是不是后期 后市的话 它可能会走更高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短期之内的话 我们一定要去关注这个水平 那么337美金的位置 是被 逐渐是被打破 37美金 是吧 这个阻力是逐渐是被打破这个水平 如果突破这个阻力 那么 预示着它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涨幅 有更高的一个 上涨的一个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突破这个位置 它下部会到达哪个位置 是吧 突破这个37美金 它可能会到达40美金左右水平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还是有机会能够继续向上攻的 回踩一下 可能就继续拉了这个以赖金点 这是它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小椅 小椅下午的话 我自己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多头 开了一个多头 但是没赚多少 赚了百分之 我开了20倍的杠杆 赚了一点 赚一点 这个位置 我是开了一波 开了一波多头 开了一波多头 这波在这个 21点多的时候 开了一波多头 赚了一波就跑了 就跑了 这一段我是拿下来的 这一段是吧 这一段利润 我是去 操作了一波 赚了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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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个位置 突破之后 我去做了一波多头 这一波是拿下来 这一段是吧 有时候平掉了 那目前出现回踩 那么 后市可能回踩之后 可能会继续进行反弹 看看能否在这个位置 能够去埋伏一波 继续做一波多头 那目前就是一个 小语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 主要是分享这几个币 大家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 欢迎订阅 能演的一个频道 好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